扭力后楼好望角 闭海蓝天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这名35岁的女骑士 也是一样 开开心心来伤警 却在回程时发生悲剧 左腿有骨折的现象 女骑士在西滨快速道路上 发生车祸意外 她说一切都是因为 悟性导航 监视器拍下 女骑士在导航的指引下 逆向骑进西滨南下快车道内 在108公里处 看到轿车一面而来 她吓得响闪却躲不过 还是撞上 先坐我们的行车导航 一时不察 然后逆向行驶到我们的 骑兵台61线快车道 女骑士是因为导错路 发生车祸 而台中清水无期断 这名男子则是让 所有的驾驶人傻眼 身穿蓝色背心的男子 骑着粉红色小绵羊 大骂骑在台61线上 不只没安全帽 车牌也用红色胶带贴住 网友纷纷留言 他是不是以为贴着样 就是红牌 没戴安全帽 却知道要戴口罩 可能要等躺在医院 才会后悔 叫彭志明 丽世新的景辰 台中苗栗采访报道